第十轮AZ2G4号开始预约了 台北市开出了7万多个名额 很快就额满 让不少的民众约不到 只好跑到新北市预约 对此民进党前秘书长 罗文嘉就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中央明明是配给了台北市12万剂 痛批台北市长柯文哲 扣住疫苗不给需要的人施打 而议员许舒华也讽刺 疫苗限量让市民有很大的生存恐惧 还引用现在在全世界爆红的韩剧 鱿鱼游戏来形容 说市府根本就是在跟市民玩鱿鱼游戏 不过对此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就解释了 是因为现在有三种疫苗要同时开打 再加上评估医院量能问题 不过后来又加开了三万剂 第十轮第二剂AZ疫苗4号开始预约 北市先开出7万2730个名额 但以下纵而满 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脸书发文 要预约抢不到 才发现中央其实是配罚12万剂 痛疲柯文哲扣住疫苗不让市民施打 北市议员许舒华更这样讽刺 市民要打疫苗还要先互打一顿 真的是问柯文哲是在跟台北市民玩 由于游行吗 为什么要让市民有产生所谓的生存恐惧感 被订的满头包北市府有话要说 我们当然都会考虑中央的数量 以及我们自己的医疗量能 可是实际上疫苗的结果 大概有一段落差 就会造成医院 他们就会认为说 你要我开出这么多的量能 事实上你真正议约结果有限 考量医院量能加上一次施打三种疫苗 就担心乱糟糟 北市虽然在第十轮AZ疫苗提供给50到64岁 被配发12.3万剂 原本开出7.2万 快速被强光后紧急加开3万剂 不过截至5号下午2点还没有额满 还有1万8千多剂可以预约 但中间有段时间没有名额 不少台北市民涌入新北市预约 在中午12点 预约的人数是16万7千多人 那预约率达到百分之93 欢迎各地方台北市 如果没有预约到的 也可以到我们新北市来预约 双北市共同生活圈 不过预约系统也没有限定民众 一定要在户籍地预约施打 才会造成双边预约数量相互消涨 记得飞燃许修明台北长报导